青岛的石老人在青岛的海边矗立了6000年 难道在一夜之间的风雨之中就真的坍塌了吗 根据奇路晚报的报道 青岛的石老人上部已经不见了踪影 石老人身体上裸露出了上部断裂之后的新视察 青岛劳山区迅速组织专家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经过现场的勘察认为是由于常年的风化和海水的侵蚀 加上最近天气的影响导致石老人海石柱上半部分自然坍塌 其实早在十年前 石老人就被爆出高处落石头的消息 当时消息说石老人不断的有石块从身上掉落 在柱体上出现了两条比较大的裂痕 原因是石老人海石柱警官在海水中浸泡时间长 经过风化作用自然形成一些裂隙 在裂隙之中一些海水在热胀冷缩的影响下体积变化 会对岩石形成挤压 使裂缝逐渐增大 增多就会有小的石块脱落 除了大自然因素使石老人变老之外 还存在人为攀爬的不雅现象 2019年11月 三名年轻人就爬到石老人海石柱顶端在那玩 事后很多的网友在担心三个人的安全 同时也在担心石老人的安全 不少网友觉得这次石老人的坍塌 和前一天的雷雨天气有关 其实从9月30号夜间开始 山东自西向东 最近就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 截止到2号的18点 济南等11地市的局部 都降下了大暴雨 如今面对石老人的坍塌 有网友表示 老人终于等到了他的女儿 这个时候他才会离开啊 你是不是也到过青岛的海边 去凝望那个海中的石老人 你和他之间是不是也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是不是也有人隔海相望等你回来 关注小强说 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我们了解更多信息